阿南于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担任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被任命为秘书长之前,曾任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 1993年3月至1994年2月,后来改任副秘书长,1994年2月至1995年10月,1996年4月至1996年12月,资料图,科菲安南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杭烈儿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当选连任, 2006年12月31日信任,古特雷斯说,科菲安南就职的多年是令人兴奋的时期,他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为联合国大家庭带来了新的人员,他充满激情地谈及我们的任务和角色, 他在组织内外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联合国可以为世界人民做些什么,成为怎样的角色? 由于他在不同办公室和部门所从事的多样和长期的事业,科菲安南似乎与每个人都熟识,甚至失速未谋面的同事也会觉得与科菲有所联系,因为他的确是我们的一员,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在许多方面,科菲安南就代表着联合国,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千年宣言奠定基础,并不断激励全球采取共同行动抗击艾滋病和恐怖主义, 古特雷斯指出,科菲安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他对需要帮助的人所展现的人性和声援,他将人民置于联合国工作的中心,并能够在联合国系统内将同行转变类行动, 阿南多次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这个世界上处境最为不利的区域的承诺,包括在1998年4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十九和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资料图,古特雷斯还说,我们仍在收获千年首脑会议的成果,当时他将世界聚集在一起,商定了关于贫穷和儿童死亡率的第一个全球目标, 他联合了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医疗保健行业来应对艾滋病,这无疑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2001年,阿南与联合国一同备授与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阿南曾说,确保每一个人的生活得到真正而长久的改善,是我们在联合国所开展的一切措施,古特雷斯表示,在全球政治分歧日益加剧, 棘手问题频出的时期,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阿南的和平精神,古特雷斯指出,在我有生之年,他都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但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 而首先是因为他的风度,温暖和友谊,他确实是一个好人和一位绅士,可以随时支持我们,安慰我们,当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同事面临任何困难时充分地声援我们, 科菲安南十九,三十八年四月八日生于加纳,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莎·马特·马特·马特·比也出席了一事并在悼念册中留言, 马莎说,安南的事实对于加纳人民,来说是一个悲痛的时刻,但全球各地涌现出的悼念词令人感到未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